是在中国跟美国的脚力之下 不断地被煎熬 因为不许会本来想要大家一边一外一边不可 现在是两个大之间难为小 就是看到一个小国的悲哀 当一个小国你想要操纵国际政治 当一个小国你要跃出你的红线 现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老大哥 他能拉着马上 他就会打下来 好 今天请到六 布莱坚对他方手一张 张大学 叫他马上行 大家好 好 这位是资深的媒体人黄康夏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收益者黄康夏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体育剧者陈凯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陈先生黄松 大家好 好 待会我们东西新闻的主播陈先生 也会加入来讨论 好 帮下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会问说 一年前 整个韩国不是还处于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 当时还不是进到了五十二十的纪录部吧 当时被认为是全世界成功的检犯 什么时候才一年的时间 完全桌仰变色 是的 本来今天普警会的事情 就告诉我们说 在大国之间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操作 来加强一番点之后 你就内忧坏坏 打到新的高峰 新的紧绷 我们过去好几年